美國總統奧巴馬讚揚已故前紐約州州長葛茂代表了容忍以及尊嚴 奧巴馬和夫人以及無數民眾一起為葛茂去世向她的家人表示哀悼 葛茂星期四去世,享年82歲 葛茂原計劃星期四是參加她兒子的第二個就職典禮 但由於健康原因而未能參加 葛茂在1983至1994年擔任紐約州州長 葛茂在紐約政治中是發揮了重要作用 並且以她的魁鞋談吐而講為人質 葛茂將她平淡的童年和呼籲社會正義聯繫在一起 葛茂是一位堅定的民主黨人 曾經多次公開就是否競選總統而表示難以抉擇